自上星期六 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或极端分子 也有人说他就是恐怖组织 哈马斯组织武装血仙突袭以色列 并俘虏人职三天后 以色列彻夜开始轰炸架杀走廊 以哈马斯为目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也称这个空袭行动才刚开始 并称以色列正位生存而战 那以色列的这个国防部长加兰特 现在这个本周一也宣布了 要全面封锁加沙地带 实行不给电不给吃不给油政策 那目前供水也被中断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对此也提出了批评 世界卫生组织WHO 他也促请紧急建立这个人道走廊 让人道主义人员 以医疗物资可以进出 那这个哈马斯武装分子 也持续威胁以色列 那只要其突袭轰炸架杀走廊的这个军民 那便会开始杀害手上的人职 其最高领袖 也就是哈马斯政治局主席 伊斯梅尔哈尼亚 也表明了说在战斗结束之前 绝不与以色列就人质的问题来做谈判 所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尾巴的冲突啊 在长时间 当然不是说完全的成绩的啊 本来就有一些零星的一个火药味 但在这个礼拜开始 慢慢的提升到了一个战争的规模 那当然啦 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所谓的巴勒斯坦 还有以色列彼此的一个军事平衡的话 事实上以色列是有足够的能力 或足够的军备去直接去占领巴勒斯坦的 但以色列事实上也会去再三考量 是否要如此的作为啦 虽然说美国他也派出了航空母舰群 在以色列旁边做一个待命 但美国国防部他也说的很明确了 他并不会派出地面部队来协助以色列 寂寞程度美国的航空母舰群 主要是希望去维持这个中东的一定程度的一个稳定 那回过头来说 那为什么以色列并不见得一定会想要把这个战争打到底呢 因为事实上这个虽然说军事的军事实力是不平衡的 那以色列一确有能力可以去把这个作战执行到底 但是当你这样做之后那你还是没有办法去控制 就是在加萨走廊在巴勒斯坦这边对于以色列的一个反动 那事实上就有点像是像美国占领的伊拉克或占领的阿富汗之后 会一直在面临到恐怖攻击的一个威胁 那甚至是激发了这个伊斯兰教组织同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以色列目前也在评断就是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到什么程度 当然某种程度最短暂的目标就是目前被哈马斯绑架的这些人子 是否有机会可以送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背后其实目前针对这个逐步提升的这个尾巴冲突来看 国际社会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反应 目前很多我们可以说是在这种留言层级上面都会去说 可能这个是中国还有俄罗斯透过去怂恿伊朗 然后透过伊朗去在金钱上面去援助所谓的哈马斯 然后让哈马斯有足够的一个武器或足够的一个能力的资源来去突袭以色列 那当然这种做法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明确的 因为目前不管是因为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 甚至是说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导致俄罗斯目前 他的一个资源上贫乏甚至是被全部的西方国家当作重死之地 所以他会认为说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尾巴冲突来转移这个焦点 那西方国家把资源或者是把焦点慢慢的转移到所谓的尾巴冲突 转移到中东身上 那这对俄罗斯对跟对中国都有同样的一个好处 但是这样子做法是不是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国家 他在这个跟中国之间的霸权竞争就会懈怠了呢 其实也不大会 因为对于美国来讲 他的priority就是他的优先顺序计设定的蛮明确的 就是霸权竞争一定是最大的优先 那乌俄战争对保护北约国家的一个安全 也是一个很前面的一个重点目标 所以你说会单纯因为尾巴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美国愿意去跟中国 或去跟俄罗斯做谈判 当然这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嘛 会不会今天把台湾把乌克兰当作这个尾巴冲突停火的一个调停的一个条件 但事实上来说 依照以色列跟巴拉斯坦之间的军力平衡的话 这个东西不足以可以被提升为一个谈判的一个手段 所以目前来说 当然这背后到底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在尾巴冲突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还是众说纷纭的 但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战争而去让美国改变自己的态度 让美国愿意去跟中国跟俄罗斯再接触去再做谈判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几乎是为乎其为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其实我们把这些外部势力先拿掉 把这个中国俄罗斯甚至是美国都先从以色列巴拉斯坦之间的冲突拉掉的话 目前真的能决定这个冲突到底会执行到什么程度的 大概还是主要的那个主要的这个始动者 主要能造成改变的这个角色 还是以色列跟巴拉斯坦之间本身 那当然我们从学界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是会认为说美国会积极的接入调停 那俄罗斯跟中国事实上也会不时的放话 但是这样的放话其实重点就在于说 以色列是不是愿意去接受既定的一定的伤害 已经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觉得这场战争还是会有再度慢慢升级的一个可能性 不过从过去巴拉斯坦的一个态度来看的话 当这个战争升级到一定程度的话 我觉得巴拉斯坦甚至是哈马斯还是会稍微失落 要不然这个真的打下去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是很难去预估的